Koei剧场三部曲中全谋 接下来这一篇我们来讲一些很现实的东西。 在讨论Koei Leonard和球队的决策以前,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关于他的合约状态。 他的现行合约是2015年暑假所签下的五年顶星,最后一年有球员选择全部前走到第三年完,明年球季结束后可以跳出,一般也认为有极大可能会跳出,而他在这个球季受伤,正好处于非常敏感的时间点上。 Koei和Popovic的关系依然是双方化解僵局的希望所计。 首先,五年合约在第三年结束之后可以协议延长,这个暑假就是Learner和马次球团讨论延长合约的时间。 如果双方都有意继续合作,直接签一份新约对两边都有好处,球员方得益的地方自不代言可以提前有更大更长的合约暴涨。 马次则可以顺势协商让他第五年不要跳出,以2132万的价格多留一年,2020-21球季再开始新约。 其次,今年要讨论的延长合约可不是一般的合约。 把中规定,年资7至9年的球员能够拿的起薪为该年薪资上限的30%,但当满足了指定球员条款之后,将能拿到等同于10年以上年资球员的35%起薪,以最快生效的。 2019-20球季运计上限1亿800万来看,这将是一份起薪3780万,总值最高达到5年2亿1900万的超级合约,将比下Steven & Cleary去年签的5年。 2亿115万,成为联盟现行也是史上最大张的合约。 如果以原本的30%起薪来计算,同样的5年约最大只能拿到1亿8800万左右,倘若进入市场让各队进逐,其他29队在年限和涨幅都不如5队的情况下,只能给出最多4年1亿3900万上下的价码。 合约总值差非常多。 以下是各种情况Coin可以在明年暑假后拿到的最高合约价码推估。 单位为百万美元。 回头来说指定球员条款,它可以是用在延长合约和签订新约上,只要该球员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之一即可符合资格。 1. 当即或最近三年内两度入选联盟前三队。 2. 当即或最近三年内两度获选未年度防守球员。 3. 三年内获选未年度MVP。 2014年的FINOS MVP隔年造访白宫时代表制政欧巴马全队签名球。 Coin在2015和2016都获选未年度防守球员,不过是现意过让他符合资格的是201617两年的年度第一队。 本季仅初赛9场,自然是一个奖项都不会有,如果错过了今年暑假的延长合约机会,那么明年要继续符合指定球员条款,就得在下季或选年度球队年度防守球员或是MVP。 以他的实力来说年度球队问题不大,但怕就怕有个万一,若是伤势有个反复造成却赛售过多,那么合约总值值揭少个3000万,不是开玩笑的。 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McCoy和他的团队从头到尾坚持要复建到100%才回归,是不是有一些眉目了呢? 对球员方来说,首要目标是在暑假获得满意的延长合约,其次是保持健康明年再占一年力求延续资格,唯有如此才能够保有LNA的最大利益。 而不断传出的交易传言,也同样符合这样的预设,经纪公司如果现在就说成,以LNA的身体状况,难保不会被球团成精论两地杀架,或是以拖呆遍地等到明年球季开打,看过他回到场上的表现再说,对球员方自然保障少了许多。 因此会传出Koi对大城市有意的留言也是意料之中,让球队如果知道你不提出好的条件,今年尽快续约,明年大家市场上见,到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可不敢保证。 而对球队来说,在LNA这样严重的伤势之后,谨慎评估要怎么谈心也是重大的难题。 倒不是说人家一有伤就要压价,而是一来这张顶心如果给下去,就会是联盟史上最大张的合约。 5年2.2亿的数字不是开玩笑的,先不说马次的市场规模跟财务状况能不能支撑这么大笔的金额,以薪资空间涨幅目前已经减缓的趋势来看,这张约在后面几年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高,会不会造成球队负担是需要非常认真思考的问题。 其次,LNA本身的健康状况不算太好,虽然生涯没什么大伤,但小伤不断,在今年以前平均每季只能出赛66场,再加上这个慢性肌健炎的伤病,贸然给顶心的风险实在非常高。 第三,去年球队经营权一手,由皮特尔哈转移到他太太举利安尔哈身上,然后他们最近在协议离婚老板换人之后,财政政策是否依旧也仍在未定之天。 正如同球员方阵营有理由放出去其他球队的消息来抬价一样,马次球团也有理由以各种方式压低他在市场上可能的价码来杀价。 当然要先强调的是,我并不是暗示双方一定会这么做,但当合约大小的诧异动辄数千万美金时,精打细算乃是人之常情,这也是两造在寂寞气氛紧张的原因之一,毕竟各有立场,各种阴谋论也不是完全空穴来风。 正如我在其他文章中提到的,现阶段双方关系不弱过往融洽,并不代表终将走上分手之路。 去年暑假来Marcus OGI也向球队要求交易,但在和POPV肯谈之后,不但在季前延长三年合约,本季还打出了生涯数一数二的表现,和去年判若两人。 对Learner来说,不论是从个人发展或是球队环境上,很难找到比马次比盛城更适合他的地方。 以现实的考量来说,马次是唯一可以开出5年2.1亿美金延长合约的球队,如果等明年暑假进入自由球员市场,他最多只能从其他球队手上拿到4年1.4亿,就算今年被交易,接手的球队也只能给他5年1.8亿左右的价码。 除非他跟马次球团有什么深仇大恨,不然大概是不会轻易跟几千万美金过不去。 另外,即使他今年几乎整季未打,马次依旧在西区杀禁忌后赛,差二胜就是第三中子,虽然早早被淘汰,但在少了球队主帅和王牌之下从勇士手中拿到一胜关门战,甚至在甲骨文球场逼迫对手到最后一刻。 这样的球队主帅,这样的球队战力就算比不上勇士、火箭、塞尔提克等超级球队,但其余球队要取而代之也不是一事。 27岁的利尔恩尔正在迈入巅峰期的年纪,已经证明身价的他不会想和没办法夺冠的球队签长约,这是另一个他不会轻易跟马次分道良彪的原因。 现实处境仍然支持利尔恩尔留在盛城,但双方的嫌隙有多深迄今没人清楚。 而从可靠的消息显示,会造成如此大的奇异,背后的成因可能复杂的超乎想象。 在本系列的最后一篇中,我们会详细地谈谈前因后果,以及亏在马次的未来。